马公市菜园的废弃牡蠣壳也有近50年历史 先议会去年12月通过拨250万轻运经费给马公市 但经历多次流标 在马公市公所修改招标方式下 于8月11日完成招标程序 马公市长叶竹林表示 会加紧工程执行 督促厂商确实依照合约清除废弃壳壳 菜园牡蠣养殖始于民国59年 原先采用浅滩差汁的释养性质 而于民国62年 县府办理沿岸牡蠣养殖推广计划后 采用日本浅海养殖法 以竹膏架设成棚 再将苛苗串挂其间 在技术交流及经验累积下 延伸出深海岩神养殖法 深海岩神释养殖法使牡蠣成长迅速 苛肉肥美 市场反应极佳 供不应求 也因此带动多数里民投入牡蠣养殖 更提供家庭加工副业 造就菜园里一片荣景 随着澎湖观光发展 伴随而来的是大量垃圾问题 其中澎湖牡蠣专业养殖区 马公菜园 白沙奖美等地 都堆积为数可观的牡蠣科费器物 垃圾如何变黄金 白沙奖美已顺利清除完成 马公菜园也有50年了 近日着手在清除的过程中 马公市长叶竹林表示 会加强安全管制 也希望科农配合 让整个工程顺利完成 科科的清运 我们也在8月11号 已经完成了招标的手续 那今天我们也会加强 督促得标的厂商 尽快完成这项工程 把这一大片的科科 把它做一个清运 那我们在这个清运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加强安全领域的管制 同时也呼吁我们科农的乡亲们 大家能够多配合 让整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完成 我们目前在整个科科的清运的部分 我们是把得标的厂商 就把这个科科 再印到我们那个赤坎的 那个去制厂 去制 那我整个这个 业务在执行的时候 也要特别提醒 我们得标的厂商 也要注意安全 马公市废弃科科清除计划工程 历经多次流标后 由今年8月 由新汉企业有限公司得标 施工期间为110年8月29日至110年10月7日 菜园科科问题也让民众一度认为 叶市长没有认真去争取经费 市长叶竹林表示 先前先促开的条件 要研磨成粉再弃制 没有设备也没有经费 根本无法去执行 后来到农业局了解 要470万才能将科科够处理掉 但送到议会核准250万 施工所才着手招标 但多次流标 市长叶竹林说 施工所重新拟定招标方式 以车次计算 以250万载科科 施工所以代办业务 非全责 只能以多少钱做多少事 好不容易在8月11日有人标 德标厂商将科科 载到赤砍器剧场 但毕竟路程比较远 能在多少算多少 记者汪海龙报道